HELLO,我是SKY,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古代錄金的事前配裝 大家都知道二月即將要推出古代錄金 那我這裡推薦的幾套裝備到時候除了各位也 我也不知道要配什麼 但是因為不知道他的強作 避免有一種爆裁SKY沒抓一隻貓的沒必用 這種狀況發生 先前讓大家有這種狀況我深感抱歉 所以這次我就先推薦安全型給各位 攻擊類型的話就等待大家摸手之後 還有我摸手之後再進行推薦 還有一個點就是目前不知道是用自己的裝備 還是跟這次一樣是操控解洛特去打路徑 因為如果是全部的人都變成解洛特一樣 去打一隻感覺像四胞胎 打一個在路徑 這樣子好像也是挺怪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可以帶上自己的裝備 看到這邊如果你是喜愛攻擊的朋友 希望你能夠體諒 日前配裝往後暫且不會直接分享 攻擊配裝會這樣決定的初衷是 開場不管是老手又或者是新手的 你都安心的過一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等我們過了我們再好好的研究 如果更快更穩定的把古代路徑打趴下 後面的事情我們來說吧 那我們今天推薦的共有 賊弩散彈帝王火長 將火氣弩配裝 以及火氣弩輔助型 還有斬裂輔助型 那推薦的多數都是火焰 是因為在打路徑的當下 也是會使用到火焰來讓路徑有大硬質 所以我這邊判斷 古代路徑不外乎也是害怕火屬性 所以我配上的幾乎都是火 有興趣的朋友就記得幫我分享出去 或許你身邊的朋友還不知道 古代路徑的史前配裝要怎麼樣配喔 首先我們先看賊弩 我個人如果是自己打的話 一定會使用這一套 因為在打的時候 如果路徑一直飛來飛去 這對於拿賊弩的你一定是傷的 然後補一下 路徑要追四個人一直瞬移過來 所以建議還是單人的時候 再使用這一套 會比較不花時間 我們先介紹配裝 明燈龍之神秘主要是可以節約彈藥 只要省到一次的彈藥 就可以多打一顆散彈 增加傷害是相當不錯的 如果你覺得耐勁配上這個的初衷 也是因為打路徑的當下 常常被打到暈 到時候古代路徑一次連兩招的話 就會顯得相當危險 體力增強的話 目的是為了讓體力夠強 這樣子才不會被一招秒掉 裝填擴重的話 主要增加LV3散彈的作用 要裝到3LV3的子彈 以及鼠子彈才會增加 如果你裝到2的話 也就只會增加LV2的彈藥而已 各位記住 那超會心的話 針對於無屬性是必備的裝備 因為無屬武器既然沒有屬性傷害 理所當然物理傷害是極高的 那又怎麼可以不裝超會心呢? 裝到3的話 會心傷害才可以增幅到1.4倍 弱點特效 打到弱點增加會心率 因為會心率不高 只好打弱點 來不應付會心較低的狀況 防禦性能主要避免耐力不足的狀況 我們現階段尚不了解古代陸金 他的攻擊到底是怎樣 所以避免有被打到耐力就直接消耗殆勁 我馬上是配上較為好 再來換到散彈跟無屬強化 主要是我們打散彈的當然是要給他散彈 攻擊給他強化下去 無屬的話當然也不例外 也是強化攻擊所使用 至於強化持續對於重弩沒有用處 特色的話對於發射特殊彈藥還增加了一點傷害 算是有一點點使用 再來換到配裝方面 裡面的珠子大概就是散彈 以及解放會比較不好打 如果你真的沒有的話 就去打現今蠻夯的活動 本尊叫做唐觸魚 會給的珠子會比較高階一點 運氣問題當然你有缺就去拿 不然短缺某些珠子也不好配裝 這一套是裝上3盾來減輕後座力 那現在會遇到的問題 如果是裝3盾牌的話 來打閃3會射的比較慢 怎麼說呢? 這樣來說 賤英弩是需要裝上一反動 才會把閃3反動降到死掉 這時候射出來的速度才會是最快的 我們直接用雙方面來看 射出彈藥都是使用閃3 左邊是沒反動 右邊是有裝反動1 速度很明顯就有差異 左邊很明顯就會往上斷一下 所以如果說不裝反1的話 也會大拉的降低速度 那我講到這邊 也是建議賤英弩克制可以裝上2盾一反 那如果想要裝3盾牌 建議還是打閃2要打閃3 當然也是可以 如果不建議斷一下就沒問題 那如果只是想打閃2的朋友 就多了一顆解放豬 可以把他再塞到鐵壁 讓環境能到死 以上是閃彈賤英弩的部分 再來我們換掉火長槍 長槍好用在於有盾牌 攻擊力也不會很低 等手能夠拿來摸敵人底細 雖然是剛剛好而已 炎王龍之5技主要 讓火長槍的斬位維持在白斬 畢竟屬性武器白斬是相當重要的 但也因為這個技能 所以我搭上了看破7 增加30%的彙星率 進而也增加了帝王系列武器的特性 主性彙星 對於彙星是相當重要的 再來體力增強 出色征戰都必須要試探敵人的心 所以理所當然要有強健的體負來應付沒見過的敵人 火屬性攻擊強的話 主要是火長槍用來提升火屬性攻擊100 防禦性的話 主要撐到3 就是為了要大幅減少攻擊威力 連同耐力消耗量也減少15% 再換到精神抖手 因為是帝王長槍 所以當然也必須要把彙星撐高一點 弱點特效2的話 則是本身彙星就已經到達了70% 所以我用弱特擊中弱點再增加30% 招彙星則是讓彙星傷害增幅1.3倍 但事實裝備帶出了 對於鼠章的增幅也不會這麼大 所以請無視 防禦性也是增加格擋 避免古代路徑有一些招式沒有辦法擋住 所以我會裝上 再來就是配珠 主要的配珠比較難取得 也就是牆壁以及火屬 然後如果你還沒有打到的話 歡迎去靠堂助理任務吧 如果你對於這個配裝有興趣先配好 放著明天就可以直接靠古代路徑 再換到火星爐 主要推薦的是攻擊套裝 但是還是有附上體力 還有輔助型主要是補身旁的隊友 我們先看看攻擊套裝 明燈龍之神秘主要是可以彈藥節約 畢竟也是要在旁邊一起輸出的 所以我個人是配上明燈龍之神秘 看破7主要是增加彙星30% 因為是使用帝王火星爐 所以我有把彙星也跟著撐高 體力增加3主要是增加生存力 避免一招就死的概念 火屬性強化主要是增加屬性傷害100% 因為也是拿火屬性武器 所以增加屬性傷害珠子比楊莊的 裝點擴充3則是增加彈藥傷害 可以增加循環傷害 精神抖手的話 主要是輕弩本身就不怎麼消耗耐力 所以我會配上精神抖手 來讓彙星率增高 那屬奈跟強食 炸彈克超衛星還有特殊射擊 這幾個都是裝備帶出的 但是唯一有用的 應該就是炸彈克跟特射了 增加爆炸統計跟起秋龍戰的威力 也是對輕弩補助的技能 那彙星攻擊屬性 也就是帝王武器的最大用處 跟屬性彙星是一樣的特性 那我們換到配珠 配珠的話 比較難打還是解放珠 如果你真的沒有 就換上懸威妖BETA 這樣子也有了裝填3的技能 畢竟運氣的成分 如果沒到 只好用裝備來補足 那這一套的話 沒有帶上耳塞 打普通路徑的時候 其實就有頻頻發出吼叫 換區就會吼叫 所以是會讓你硬直的 建議如果你要用這套的話 一定要跟陸巾拉開距離 避免古代陸巾有吼完就打的招式 這樣就會很危險 那我這邊還是有配上 耳塞的火青爐配裝提示給各位參考 那一套是輔助的火青爐 回形不會很高 主要還是補隊友為主 攻擊為輔 裝備配上的是耳塞5 避免吼叫又進行攻擊狀況 光運化則是可以補隊友 補讓隊友受傷 像是你喝水周圍的同伴 也會吃到效果 那這一個效果 當然不可能帶你帳篷 然後你隊友在秘技能的家 還吃得到效果這樣 就太遠了 大約在同一張地圖 然後再小一點點左右 那主要這一套 還是在於快吃可以快速喝水 還是針對於沒有吃菇菇的朋友 只單純喝水而已 那滿足感的話 主要是可以節省水量 所以補給箱子水淋一淋 就可以好象徵 如果是吃過的話 可以參考這套 這套就是完全輔助了 主要還要帶上快吃 也有帶上最愛菇類 因為有時候也會遇到 菇類吃到不夠 然後也需要用大量的水來補給 這時候就會需要快吃 如果你覺得迴避距離3 對你來說沒什麼太大的用處 其實也可以把第一顆跳躍豬 換成快吃 或者是把他撐到3 又或者是想要把體力撐到最滿 也是可以塞一顆體力豬 如果我們把武器換成名燈皇后的話 就不一樣了 可以直接快吃跟體力 還有迴避距離都撐到滿 因為皇后名燈有多兩個洞 所以會比較好配 那這就是皇后名燈 斬裂彈專用的配裝 還請各位參考 斬裂彈的話 要裝上兩裝一反 才可以走裝走射 這樣活躍性才會高 OK到了影片尾聲囉 主要古代陸晶在還沒有看到他的姿態 最近的裝備都還算蠻安全的 後續等他出場之後 我們會再做幾道配裝給各位 讓大家打的 這麼類似配裝 想的破頭啊 非常感謝各位今天的觀賞 抖抖手指點下你的讚 再離開了吧 那如果你有沒有訂閱的話 記得點一下訂閱 然後再打開小鈴鐺 這樣下次的影片或直播 才不會錯過 我SKYT 下次見 掰掰 掰掰